導致目前這個冰封效果沒有任何武學或者招式可以counter得到 衷心感謝大家的一直支持 你們每一個的訂閱鍵都可以令本頻道可以保持製作優質作品的動力 大家好,歡迎來到大聲中的頻道 繼續和大家找回《無名江湖》 《無名江湖》又有全新的江湖高人推出 就是素雪 今次影片就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次是江湖高人的武學 值不值得大家抽 以及對今次的條和體系有什麼影響性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進入解說環節 Let's go 我們馬上進入遊戲界面 江湖高人素雪 針對目前現版本的條和奇門而設 首先帶大家看了第一招 《逍遙零雙線》 招式效果屬於一招後手招式 令到自身獲得奧雪零雙狀態 令到自身奇門武學的連擊率提升多35% 假設未觸發連擊效果 再會額外提升多35% 換句話來說 最多可以直接提升70%的連擊率 連擊時有50%可以令到對方上冰凍效果 而冰凍效果就是現版本最強的debuff效果 是可以令到對方最氣值降低40% 目前來說可以降低最多最氣值的debuff效果 上奇門的武學去到3或者6的時候 持續回合分別加1 可以令到這個冰凍效果最多持續4個回合 除了可以令到奇門有一個不錯的連擊率提升之外 就是整個版本最強的debuff效果冰凍效果 為何說到冰凍效果這麼強 我們可以看看目前輕功和內功招式 例如狼煙4起的負面效果 屬性降低中毒流血灼燒傷寒內傷破綻狀態 是沒有任何冰凍效果包括在內 除了狼煙4起之外還有風魔900的抵消控制效果 點穴、麻痺、麻木、困擾、散弓、心驚 亦沒有包括冰凍效果在內 導致目前這個冰凍效果沒有任何武學或者招式可以counter得到 然後到他的領悟招式無機自得 對對方直接100%觸發冰凍效果 好在只持續1個回合 然後自身擁有後手狀態時 還有85%解除麻痺狀態 其實後者這個後手狀態不需要理會 最重要是前者一開始令對方上冰凍效果 稍後時間都會講講武學配置 所以今次江湖高人的數學絕世武學 逍遙零雙線個人認為cp值是最高 建議大家最少要抽到兩本 然後到另一招的稀有都是屬於奇門武學 世外桃源,一招出手技能 令敵人對於奇門減傷降低20% 持續3個回合,針對4系奇門而設 假設對方存於冰凍狀態 再會額外自身提升武學增傷15% 玩4系奇門玩家都頗建議大家可以抽取這一招 令對方產生減傷機制和令自身有增傷機制 這個招式效果都要配合前者剛剛提及到的冰封效果有個不錯的收益 然後領悟招式海闊天空後手技能令對方上傷寒 假設當前後手狀態只剩下2個或以上再令對方上傷寒狀態 領悟招式的吸引度都是純粹針對傷寒而設 奇門玩家都可以抽一抽 然後到條和game個人建議必須抽到兩本雪女劍法 首先看看精進效果 施放任何羽劍武學有70%機率降低對方實戰減傷5% 最多可以減10% 並且對對方造成傷寒狀態持續2個回合 假設這個判定效果觸發了2次 再會對敵人觸發這個血雨狀態無法恢復血糧食 效果都不錯可以令對方實戰減傷和有傷寒狀態 但始終屬於稀有武學直接拿他的領悟招式就足夠了 領悟招式不論條和奇門和條和劍玩家都建議拆抽 風刀雪劍 假設對方處於傷寒狀態降低對方聚氣值15% 簡直是配合目前條和劍的傷寒狀態 對方處於冰封狀態再提升自身聚氣值 所以這招風刀雪劍再配合剛剛提及到的絕世招式 無機自得是可以令對方降低聚氣值並且令自身提升聚氣值 條和劍、條和奇門、玩冰封效果玩家都建議抽滿這兩個領悟招式 然後另一招都是屬於稀有武學 空梅劍法 一招後手技能當對方處於傷寒狀態令對方產生冰封效果 但始終屬於後手技能要透過對方使用出手招式才會觸發 個人不太建議 領悟招式也不太吸引 根據自身後手狀態來提升招式的觸發率 最多提升15%持續兩個回合 假設對方處於冰空狀態提升自身暴擊力 觸發條件比較苛刻所以不太建議 到最後輕功雪中恆和上次介紹過的萬馬奔騰都相似 一招附體技能每次受到持續傷害武學傷害有25% 令對方想傷寒狀態持續兩個回合 戰鬥首次對敵人造成冰凍效果的話 還可以解除3個debuff效果 解除完還會提升自身聚氣值 附運和主運最大的分別就是觸發機率由25%變成12.5% 解debuff狀態本身3個debuff狀態變成2個debuff狀態 非常適合大家放在附運位置 個人認為掃雪的所有武學都是現版本最值得抽 然後介紹一下目前條和劍推出掃雪之後的擺位配置 擺位配置方面就是剛剛提及到的絕世招式 需要觸發招式效果下要下傷寒狀態 我們可以透過幻影神劍他的精湛效果 100%令對方想麻痺和傷寒狀態 來觸發後者兩招的冰封效果 觸發完之後自身有個聚氣值提升和降低對方聚氣值的時候 馬上透過流魂13色再令到自身有個聚氣值提升 當對方有兩個傷寒狀態的時候再上心經效果 後者招式帶回風起雲勇幫手拉跳以及心經效果 3號位置帶回氣海刀法 因為前者已經有一堆debuff效果 如果對方是風魔九八防不到那麼多招 所以直接擺在3號位置就能觸發牌山倒海效果 然後到五名劍法降低對方聚氣值 5號位置飛龍神掌令到對方想麻痺 無法觸發出手和後手招式 然後跌回真傷效果去到五惡瘡窗窮劍爆發位置 帶回夜行金足和大切大誤 內弓和輕弓方面帶回蕭瑤心法 大長蘭真經和冰魂真經 冰魂真經這個位置可以放在主運位置 令到對方想傷寒效果又或者令到對方想冰魂效果 輕弓層面輕弓層面我就會上剛剛提及到的雪中行 令到對方想傷寒和令到自身可以解除一些負面效果 大概條和劍的思路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玩條和奇門的話 就可以將兩招生血技能放在1號位置或者2號位置 盡早令到對方降聚氣值產生這個速度差距 影片介紹到這裡結束 玩條和奇門和玩條和劍的玩家記得馬上抽滿 覺得影片幫到手記得按個like 未訂閱的觀眾可以按個訂閱鍵 和分享給你們身邊有玩無名江湖的朋友知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